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米港股又来了 今次阿君女郎来了 就是米女郎常常来 Hello 那位教师是短时间不会来的 因为她发达了 去了入国 都不深究了 是吧 她这些上等人 一个少女发达着很多原因的人 这个要找习小米讲经济 就是讲一些少女 暂时都还没讲 再延续今集都讲什么呢 其实真心话 我再想讲多些铜锣湾 上一次铜锣湾 很多人都有feedback 为什么有人feedback 连我哥哥都会留意 他说我讲漏了一部分的东西 我想讲回以前 有些人说 他问我朋友 你记不记得以前落星牌的标志 我当然记得落星牌的标志 其实是二家维园 斜对面 某大卡拉OK 是不是那天叫做CEO 还是什么 那天 CEO CEO 那位以前有个落星牌标志 但不是Personics 是National National 最初代那个 是的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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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上一次也是 不要说 铜锣湾 加上的 一般我觉得是 铜锣湾 那里 那如果以西 那里 那里应该是鵝颈橋 就 我觉得是鵝颈橋 应该是属于湾仔 那 向東就去到,如果我覺得,就去到銅鑼灣道 現在都叫銅鑼灣道,即是黃隱書院 黃隱書院 是的,現在還在說黃隱書院 黃隱書院以前旁邊就有兩條,現在拆了 以前有兩條渠,那些渠 以前經常聽過,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貴谷 說晚上,下面是渠,上面有一些行人的 不知道是天氣,總之有兩條行人的天氣 現在沒有渠,現在是平路 有人問你有沒有人走過那兩條平路 穿過那裡就是大坑 大坑當然是有錢人的地方 不過大坑裡面又有一條,我想現在拆了之後 都再建立法大坑,那條是麗德川 我想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比較少接觸港島那邊 沿著那邊走就是新都戲院 那我想說,那天我記得以前 整天去新都戲院後面 就是橫街裡面去潛野 潛什麼? 知不知道什麽是潛野? 應該大概知道的,我也有玩過潛野 類似抽卡或者抽獎那些 不是,那時候我和我都很離譜 已經是賭錢了 即是一號紙,他會給你撕一張 那撕一張呢,看看裡面有沒有錢 寫明是錢的 他會有些的 其實多數當然是輸 那一號紙,你給一號紙去,那就潛了 最多好像過半,但沒可能中到 給你中五毛紙,他很久 他給你三毛紙而已 再叫你潛兩張 從來他不會搞數的,其實做潛野那些 其實是十八達的 我們以前很喜歡在新都戲院後面那個 就是裡面的橫街 那這些肯定我哥哥教我 我們去整個潛野的 這個聯絡當然不會有 其實他是士多 那我們會去潛野 那去潛野 我不知道在別處有沒有 如果有些朋友小時候就潛過 在其他地方,銅鑼灣那裡有 我們經常和我哥哥在那裡潛野 潛到東西的 找到食的 可能我們有五毛紙 賺到的,賺到過來行錢的 那我們就過去丹麥餅店 現在丹麥餅店還沒走 不過有時候見過老闆娘都很怒 不知道什麼事 丹麥餅店 就是吃這個炸 以前看球的人一定去丹麥餅店 炸雞腿 吃這個漢武包 雖然嚴格來說 你說很好吃 當然不是 但是吃那種情懷 你說 他好像馬上煮給你吃 但是你說其實 丹麥餅店就很黑 我就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你吃過情懷 以前我還記得丹麥餅店很厲害 有蝦多士吃 現在沒有的了? 現在沒有做太多士 現在只是做熱狗 烘麥餅 烘麥餅 雞腿 還有很多人吃的 還有很多人買的 唯舊味道 老實講 第一就是 那條街 以前人家叫嘉山 車房 那裡有很多車房 但是現在車房少了 那裡現在就變成吃東西店 以前的同事 泰山也開了一間雪糕店 不是 熱狗店 他以前開過 我記得 就是那裡 現在當然 整條街 現在那個 聖保六 學校旁 那裡 已經成為吃街 以前 多數都是車房 加山車房 然後 你作過補糧局 以前 最流行的 扔你去補糧局 就是 爸爸媽媽嚇你 扔他去補糧局 就是 喂 什麼 你去補糧局 小時候 補糧局現在還在那裡 那你沿著出去 一直叫做 李頓洞 那 有這個 利武台 啊 我又不明白這個利武台 就 沒有人 政府 不保留這個利武台 政府這些事情 哪裡說 就變成酒樓 現在就變成酒樓 變成酒樓 整個商場那裡 現在是 Unickel 是啊 整個 其實利武台 就應該 不過可能 都是私人產業 這個利氏家族 你知道利氏家族 整個銅鑼灣都很多 你直接是來沿山島 都是紀念他們勝利 就是很厲害的勝利 銅鑼灣 就 有萬七這麼多地 那這個西臣家族 那你叫西臣 有西臣中心 當然好 因為你有一間 台灣大型書店 以前那裡是兄弟中心 再早期一點 當然不是兄弟中心 你會覺得 利武台其實我覺得應該保留 你現在沒有這些事情 不過你知道 新綱都差不多要拆 何況利武台 利武台 那位這麼漂亮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利武台 你走過的那個禮道 你轉左 就是踏入一個有錢老區 我們從來很少去 除了上學都會經過 那個叫跑馬地 跑馬地 跑馬地是有錢老的地方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不是以前那麼簡單 不是 小時候 小時候會 會對 現在我們是仇富 我而已 不是你 會害怕一些有錢老的 但是 小時候見到有錢老是害怕的 真的小時候見到有錢老 我跟小華同學有兩個住跑馬地 你會見到 我會見到他們發光 就是我們窮 你說貪過他們的理解 我知道 為什麼沒有所謂 因為他們兩個住跑馬地 他跟我說 我說你住在哪裡 他問我住在哪裡 我說我住在渣飛島 他說在哪裡 然後我問他住在哪裡 我現在這小時候 他說自己住在南塘島 他住在南塘島 哇 我那時候看 我說我住跑馬地的 南塘島 我說你怎麼回學 我說我媽媽 載我回來 載我回來 他說你怎麼回學 我沒有看到 我是讀金銀業貿易學校的 到現在還沒收拾我 那間小學 反而我讀那間中學 收拾了 小學沒有收拾到 到現在金銀業 補糧局後面 坐過一些 現在沒有收拾到 我覺得很威風 駕駛班 不過當然 將來有機會說跑馬 跑馬很小 都是主要集中跑馬 那時候小時候覺得 已經知道 有錢和窮人的分別 有錢的人 每天都可以買罐可樂喝 一罐 不是資裝的 一罐 那你窮人 就買一瓶汽水 我那間粉飲 就是我們都喜歡 那我阿哥提醒我 原來當年大院 下午就會派一些堂 那我和阿哥 可能排幾次隊 前門排完 後門坐牌 拿些什麼珍寶堂 就回去睡 那我每個都提醒我 那他還提醒我 其實銅鑼灣 這個駱克道裡面 有兩間上海飯店 我記得 我記得的 有一間叫一家春 有一間叫上海飯店 上海飯店我不記得 一家春我一定會記得的 因為我人生就試過一次交通以外 我就是在一家春門口 就被車載了 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 我有一身人 就是touch who 說句 就是那次就幫家人買那些菜肉包 就是因為我們家裡那些 為什麼我今天搞成這樣呢 因為我那時候我小時候的家 基本上呢 每天都開一台麻將 夜晚的賭狗 逢三六的跑馬 我們家裡那些 就是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那些 每天都會牽涉賭博的了 嗯 我小時候就知道 原來賭博是可以求生的 我小時候就學到這些東西 當然是一件幾幾衰的東西 不是一件好東西 但是我們那時候 在銅鑼灣就學會 因為銅鑼灣實在 我媽媽沒有空 我爸爸不理 我爸爸在銅鑼灣 我們是揚州人 我爸爸是做操堂的 他沒有空理我 做操堂很長時間的 怎麼可以呢 我爸爸放工回來 我基本上都睡了一覺 我早上我起床 我爸爸還沒起床 那怎麼會見到呢 所以我基本上 我和我哥哥都經常都 在銅鑼灣 就是要是由今天差 沿著走去灣仔 還是走去北角 就是我有時候做完功課 我們從來都標榜自己 不是一個很 讀書學很 標青 標青的人 我經常都 就是有時候會 就是圍多利亞公園 但是又不會去圍多利亞公園玩的 但是圍多利亞公園曾經試過 在旁邊 就是現在那個位置是沒有了 做了一個兒童公園 那個兒童公園是很特別的 那兒童公園裡面又有什麼呢 是有 就是 先進一點的薯華梯 或者那些千秋那些 怎麼為先進一點的 是漂亮一點的 以前的圍多利亞 以前的薯華梯 你會覺得很舊 我小時候都知道它很舊 你說好像幾年了 是不是 還有 那時候那個公園 特地是有些設施 給這些小孩子玩 所以你會覺得很開心 還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事 我人生幾歲已經很娃威了 是什麼呢 在銅鑼灣這個圍園裡面 做什麼 你猜 沒有人互動 在圍園裡 可以做些什麼 你猜 有一點點貼士 是一個高尚活動 高尚活動 打高爾夫球 是的 其實 其實 只要推 他其實不理會你的 我和我哥哥很喜歡 打完十個 其實好像不知道三毛錢 還是兩毛錢 給你打十個洞 要付錢的 不是免費的 不是免費的 但是 我和我哥哥都知道 為什麼這麼快打完 打完我拿出來 他不會理會你的 就再打過 其實不只打十個洞 那你就會在一邊磨 你沒有事做 其實那個年代也好 很信任制 不像現在 你經常被人質疑 你會被導演質疑你 你會亂說笑 那個年代沒有這些 真的打過 我不知道十個洞 還是十五個洞 我不是好 這個大家不記得 在圍園裡面 但是打完你 又拿一顆洞 所以我去年 再重新做一個洞 那你就可以磨整個下午 他真的不會檢查你的 他怎麼理會你 完全不理 他還會問你 喂 阿肥仔 你做了多少洞 不會 雖然我記得那個高爾夫球場很小 但是 小時候 你要知道我幾歲 已經玩高爾夫球 你有多厲害 真的 不過我當然拆了 還有 就是 維園的時候 那時候 有機會 父母會帶你去游泳 現在當然很厲害 現在那個泳池 裝修過 很好 以前維園那個泳池 就是近輕八街 已經覺得 很游泳 真的 全家人游泳是一件很 高消費活動 高消費活動 很厲害 沙灘 就 是你大過時自己才去 多開你父母會帶你去沙灘 淺水灣都是大過少少自己 老爸可能帶你一次過節 但當然靠大過自己去 那時候游泳 也是很厲害 當然游泳 就一定要父母帶你去 因為 不相信你們會危險 以前 以前你說 我家住的渣菲大廈 總統隊員走過去維園 現在的人可能要坐車 但我們從來不會做這些事 是吧 因為你會周圍走 周圍走 你可能有錢的 那你就去麥當勞吃東西 那時候我們講過 這個 這個 現在 行動中心那裏 那裏 那 我還記得 全香港第一間的快餐店 大家 有些在銅鑼灣開了 在諾克島 但是有人爭議 不是銅鑼灣第一間的 其實第一間是佐敦道 就是佐敦道尾 現在它好像成為了大家樂的培訓中心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拾到 就是近道船街那裏 就是佐敦道尾 近道船街那裏 就是大家樂第一間 那我們大家樂學識什麼呢 你覺得學識什麼 大家樂學識些什麼 嘩 這個範圍很闊 就是學識吃飯盒 小時候真的沒有飯盒 這個定義 你現在會看到吃飯盒 你想想 3元一個 那時候我還記得 3元一個飯盒 小時候沒有這個概念 吃什麼飯盒 什麼叫飯盒 沒有這個定義 哪有學識的飯盒 沒有飯盒 在諾克島第一間 為什麼我還記得 他的鋪 上一手就是我銅屋主 就是我們叫他扣扣的 就是外省人 其實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只是同鄉 他開飛行舖 他就發財了 大家樂買了一間店 他就把那間飛行舖 就搬了上樓上 樓上舖 以前的飛行舖 很多都是地面 地面 他就升了上樓上 我們以前很喜歡飛行舖 然後他就叫大家樂 我小時候當然不會知道 大家樂 我會做到今天都還在做 但大家樂 你會衍生到什麼 會有飯盒 不是現在的飯盒 是用石盒子做的 石盒子 銀色那些是嗎 是 那些是會保暖的 三元的飯盒 那時候很貴 哇三元 洋蔥豬扒飯 咖喱牛腩 小時候 媽媽不會煮這些菜給你吃 咖喱牛腩 什麼菜 咖喱雞 咖喱雞 我才知道是邪野 我都跟阿希 導演阿希學 經常有周身咖喱雞 但我不知道咖喱雞是什麼 那時候三元 你不會想到 會有炸薯條吃 當然炸薯條 你會去幫助老麥 你不會幫助大家樂 是嗎 因為大家樂的薯條會比較粗 不同的應該 有波浪的 是 有波浪 那時候還沒有波浪 只有一條條 只有一條條 但是沒有麥當勞 那麼幼的薯條 現在人們說麥當勞的薯條 加了塑膠 不知道什麼劑 素化劑 還是什麼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不同 現在 但是以前不是這樣 是不是 然後 還有 我還記得我提醒我哥哥 我人生吃得最開心的 就是隔一條街 那條叫做 諾克道 旁邊的叫什麼 謝肥道 謝肥道 現在這個 那個 翠華那裡 我沒有記錯 以前就是一間 全香港 我以為 到今天都 比美不回來的 吃這個 那叫什麼菜呢 東光菜 是吃什麼的 就是吃鹽焗雞 梅菜 扣肉 我以為這些叫客家菜 是客家菜 客家菜 就是叫東光菜 是 那叫客家菜 現在客家菜 曾經都香港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值得吃 以前差不多區區都有醉瓶樓 不是 區區都有過 差不多以前 現在就 色微 就是 客家菜 現在最厲害 不然就是 全璋居很厲害 全璋居現在 銅鑼灣一間 麥花省那裡 一間 算是厲害 但是以前梅干飯店 我記得以前的 很好吃 梅干飯店有兩層 很大 真的很大 有人買酒 我還記得 我媽媽帶我去 她有個姊妹 她有個姊妹 不過現在人家 那個 就是 帶我去喝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那個姊妹 就是我媽姓崔 她有個老鄉 請我媽媽喝 那個就是 以前很厲害的歌聲 叫崔平 崔平唱什麼歌呢 就唱《今宵多珍重》 國語版國語版 南平晚中 我去喝 請我 我最記得我媽媽帶我去梅干飯店 喝崔平姐姐那一頓 當然 我不知道崔平姐姐還記得嗎 她結婚 我還記得我媽媽 我媽跟我說 這個是一個大哥星 我說大哥星 好像寬樂今宵沒有見過 那我不認識這些事情 不過就是那間梅干飯店 真的 很厲害 到現在 可能我這些是 就是小時候當然覺得小時候的東西好 好像從來都沒有 再沒有一間 客家菜好吃得過這間 梅干飯店 但是你有沒有一件事是特別說 特別喜歡吃吃 到現在都是找不回 就是梅菜靠肉 就是梅菜靠肉 現在的梅菜靠肉 很難做的 梅菜靠肉是做不回 就算我上大陸 有吃那些客家菜 嗯 都吃不回那些靠肉 還有 有些 更變味到去 江西都說自己有客家菜 嗯 但是 他吃江西菜 吃那些客家的食物 那些梅菜靠肉是辣的 辣的 是不是 他專門做辣的 你不會明白 就已經不是梅菜靠肉了 不是 就是那些食物 但是現在真的做不回 以前 就是我老爸一定吃那些雜錦煲 雜錦煲是什麽呢 就是什麽東西都有 就是有些牛丸 就是那天他煮那些什麽 那些牛肉 什麽 雜菜 總之就是什麽都有 都叫雜錦煲 一定叫我老爸 一定叫 東方菜 是吧 就是 因爲他又有丸 又有成 又有湯 那就叫大 就是 坐母 因爲以前 跟著坐過一點點 坐過那條馬路 就直接 那個路跟兩間鑽石酒樓 嗯 不過我覺得鑽石酒樓 我小時候記得鑽石酒樓的 和紅寶石 即那邊那三間 紅寶石 珠城 百德酒樓 就沒有那麽好吃 不過呢 你會記得鑽石酒樓 因為門口有個交通景 那個交通景 就是有個站 有個站 有個指揮交通 有個指揮交通 我沒見過 你看照片我看回 那我時候 有時晚上沒有的 那我那時和我哥哥說 不如爬上去 假扮 假扮 那我哥哥就犯了 就是 那時是鑽石酒樓 不過我鑽石酒樓 鑽石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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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不是開玩笑 都是很多分店 但是 慢慢的喜歡吃 那麼 再過了一點 叫做大三元 酒家 就是 已經去到臥頸橋了 不過那間店 就 就出名慢慢的好吃 真的 我不是很喜歡 那 就是說你看銅鑼灣那個演變 現在當然更厲害 很多大店 就是 那些 那些白沙道 那時候 你上白沙道 都不會無緣無故去的 白沙道 好像東西都挺貴的 還有 我很記得 這條叫做什麼島 東角度 東角度 應該是東角度 就是整條路 很多米 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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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那時候紐約戲院 因為現在銅鑼灣廣場 第一期那個位 以前叫做紐約戲院 所以紐約戲院 後來 變成了迷你戲院 都曾經在銅鑼灣廣場二期 就是現在麥當勞那位開過 不知道為什麼是右側了 是戲院 香港的位 其實很坎坷 當然紐約戲院 是一個大戲院 旁邊很多賣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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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我以前在登龍州街市有一間學校 我不是很記得有一間學校 因為以前我同屋主的兒子讀過一間學校 有間學校 街市裏面有一間學校 現在當然是廢言所思 當然了 街市裏面大技有限 我大不大我沒有讀過 那時又好像未講到Bangman Bantoo 中學來的 中學來的 我讀中學時就開始有Bangman Bantoo 早期我小時候就沒有Bangman Bantoo 這間公司就出名了 就是有一間學校 我記得有時那間學校叫什麼名字 我就不太記得 不知道各位老友不記得 就提醒我 叫燈龍州街市 現在那個街市還在 那條街就是吃街肉 現在什麼餐廳都會 有一間文徽吃商園 再進一間上海 面價專門吃的那些吃飯 整個20塊吃飯 差不多了 可能很多年 那一間 但是有機會 講北角才講一些吃飯的歷史 那條街 以前是一個街市 很多人買東西 有一間戲院在京華 那裡有一間戲院叫京華 京華 後來再搬去東沙島街 再搬去東沙島街 那時候 戲院銅鑼灣 就多到你都不相信 整個 然後走到去 因為 我上次講羅素街 羅素街 以前是電車廠 你怎麼會猜到電車廠 會變成時代廣場 小時候 你那個街市 骯髒 你怎麼會想到 成為了時代廣場 大佬 你說銅鑼灣 為什麼今天又再說 我上次講 好像還沒有 小時候 你說開心 小時候 為什麼今天學到這麼壞 因為我小時候住過銅鑼灣 小時候已經有潛夜 小時候已經有潛夜 去炭冷氣 去大院 白火 我從廣場 不從廣場 我少去一點 是吧 最討厭我媽媽 帶我去中國國貨買 帶地牌的東西 最不喜歡的東西 肉酸 但是 沒有所謂 跟著跟我媽媽 一直走走去灣仔 探望我的親戚 小時候就是 很無聊 但是銅鑼灣的記憶 到現在都很深刻 每次都很 有空 我都會回去免壞 銅鑼灣以前 這裏是哪裡 這裏是哪裡 中央樓 中央樓 上一次我都說了 中央樓以前對面 有一間竹舖 我人生覺得最好吃的 炸糧也是在那裏吃的 現在吃炸糧很普通 以你今次今的地位 是吧 是很普通 你覺得油炸鬼 真的特別好吃 現在的油炸鬼 不知道為什麼 炸不回那些味道 以前 大家記得 中央樓對面 是一間竹舖 大家不知道 那裏 最隔壁就是投注站 投注站 投注站 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沒有 那裏就是銅鑼灣的投注站 小時候 見證了 我爸爸經常進去買 因為那時候買 買電腦 那時候是沒有的 你會手壓的 一定是手壓的 但以前是上面 你買馬只能夠 那時候只能夠到那裏馬會收錢 哦 這樣的 因為你買馬會有兩節的 嗯 上聯就給你 下聯呢 就是撕開一半 嗯 下聯就放在馬會裡面 他會慢慢那一張下聯對回來的 才會派彩給你的 不是電腦化的 不是現在這麼簡單 阿希國現在這麼懂得買馬資 現在當然方便 但是以前就是上年 就是上下年 下年就放在那間馬會上 就是我爸爸經常問我拿貼士 不是說厲害 因為他覺得小孩子亂說會中 但是這樣又是求生本錢 因為你給了貼士那些 同屋主中你會有氣水喝 因為那年我小時候剛剛發明一公升 什麼叫一公升 已經數學沒有觀念 但是你看到這麼大的汽水 你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就因為喝的汽水 就搞到今天我這樣 不吃了貼東西 人生其實真的不要吃這麼多東西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差不多 就是希望大家都 如果有什麼資料錯誤 希望繼續好像那些朋友那樣 繼續留言給我 提醒我 就是銅鑼灣的歷史好不好 下星期同樣時間 其實我也沒有說同樣時間 我要看我什麼時候有空 我什麼時候鋪出來 還有什麼事情可以繼續說 有些人叫我桌球室 其實我打桌球很糟糕 我真的很難說 我打桌球球 就掉到紅地 那個球桌下面 這些醜的事情怎麼說 不過球樓就去很多 但是打桌球都沒有威過 那真的很難說 看看有沒有做對的事情 再繼續說 下星期見 拜拜